穿着红色背心的爷爷 手里紧握着自己的包包 步伐缓慢 表情不知所措 在大批国君弟兄的搀扶下 坐上车 心细着还在工作的女儿 奶奶在阿兵哥的帮忙下 关上家门离开村子 国君弟兄们提着一袋袋沙包 小心堆叠在民宅门口 就是因为泥沙台风来斥汹汹 华联县县长傅困起 压着13个乡镇市公所的首长 必须在29号中午12点前 完成危险区域居民撤离动作 而曾淹过水的复兴新村 就是防灾重点区域 我们希望说 这边所有的居民都能够 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安全 所以公所用预防性的撤离 要求我们所有的警力跟军方 都来一起协助 口气无奈 不过还是跟着国军 慢慢往前走 78岁的罗姓阿嬷 带着两名孙女配合撤村 阿嬷 大家红菜都在撤 白办无奈 居民还是得锁上家门 配合撤离行动 因为泥沙台风强烈洗台 就算离开家园 造成不变 但为了自身安全 还是得多多配合 记得五彩虹苏一环 花莲报道